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不多 而是一个很特别 很别致的 跟这个煮非常相似的一种做法 我想在节目里头也会给你介绍汤烤的一个菜 那么油烤的呢 也就是用多量的油把材料充分的煎过 然后呢 再加了调味料和汤水 给它烤的煮得非常的烂 那么下一次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陆续的给你介绍各种这个烤的这些菜 那么烤的菜 它这个材料要上色的方法有两种 好比说刚才这里看到的这个烤的这个排骨 干烤的排骨上色的方法呢 是用姜油把它拌过 然后呢 用油炸过 就把这个姜油的颜色炸上这个排骨上了 再来烧 那么另外呢 一种方法呢 就是北方这个炒糖色的方式 用油把糖炒过 熬过 熬得它变成茶黄颜色 有了香味 然后呢 再加调味料 再加这个主要的材料去烧 这种用这个靠糖色的方法来做出来的这个菜 也是一种上色的方法 同时也能够增加这个菜的另外的一种风味 跟这个用姜油炸出来的这种上色的方法又不一样了 那么每一种这个烹调的方法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所以随便是我开始就讲 靠跟这个烧 或者是焖 很接近 事实上呢 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在里头的 我希望您能够每次都这个按时看 收看我的这个节目 就会了解到什么叫做葱烤 什么叫做汤烤 什么叫做油烤 和这个干烤了 那么烤的菜也是可以在家里常常做来下饭用的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时间 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